大家好 欢迎来到宇宙天文馆 我是一号解说员 思思 人类在遥远的古代就发明了指南针 利用指针始终指向北方的这一特性来辨别方向 指南针的使用得益于地球产生的磁场 但地球又是为什么有的磁场呢 虽然从来没有人踏上过深入地球中心的旅程 但是通过研究地震冲击波在地球上的传播方式 科学家们已经计算出了它可能的结构 我们也因此得知地球的磁场是在地核深处产生的 地球的磁场是由发电机效应引起的 在地球的内部有一个固态的内核和一个液态金属的外核 地球内部的流体在运动时才产生了电流 这些流体的运动是由对流来维持和浮力来驱动的 当地球绕着它的轴旋转时 它与电流相接形成一个围绕地球延伸的磁场 如果地球的整个构成都是固体的话 是不会有那么大的电场的 一个类似的发电机效应的例子 就是自行车上的发电机灯 当你用力踩自行车时 发电机里的磁铁开始旋转 从而产生电流来打开灯 你知道吗 地球磁场到现在已经有35亿年的历史了 从地球磁场产生的那天起 它就给地球穿上了一件外衣 保护了地球上的每个生命体 免受太阳风以及宇宙射线的侵害 营造了一个更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 事实上地球的磁场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地球的磁骑每百万年大约翻转四到五次 据估计一次完整的极地翻转只需要几千年 一些科学家认为 由于北极近年来一直在向西伯利亚飘移 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看到另一次北极逆转了 各位网友 如果没有地球磁场 我们的世界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天文的小知识 记得关注我们哦